透过摄影镜头用女性的角度去记录建筑遗迹和地景在时间流逝下的转变 带出时空间的历史眼镜 刘云宜的摄影各展历史造景 即日起在好地下艺术空间开展 透过20多帧的照片邀请民众一起省思 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以及冲击 展出到3月20号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后来远赴德国 先后取得当地艺术学院硕士 艺术家最高文凭 摄影家刘云宜 日前在好地下艺术空间举办历史造景 摄影各展 透过摄影镜头 观察并带出建筑遗迹和历史眼镜 对人如何产生冲击 刘云宜在德国居住10年 当时就走访许多地景拍摄 从东德的废弃建筑到基门碉堡 在大二战时希特勒下令主起的大肆扬壁垒 跨越欧亚各国的战争遗迹 都是他镜头下要述说的故事 那这次展览的题材大部分是拍摄军事的遗迹 那这样子会想要拍摄这个题材 其实也跟我在德国居住的经验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之前念书的地方是在以前的东德的城市 那在东德的城市你会看到一些跟过往东西的分裂 或是二战有关系的一些就是遗迹痕迹这样子 那之后我也曾经在柏林待过一段时间 那柏林也是一个会让你很强烈的感受到那种战争的过往的一个城市 就是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那个痕迹 那这样子的经验也让我就是想到了台湾跟中国的一个关系 就是东西的台湾跟中国 所以当我有机会去金门拍摄那个洋楼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金门它也是介于一个两者之间 那它是处于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 然后它也是个边界 就是这个岛屿它本身你就会看得到各式各样就是边界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那张照片上面拍摄那个鬼条站 沙山上面的鬼条站 它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的界限 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经验 让我对于中间啊还有边界这件事情都非常感到 所以在金门这个岛屿上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就是 跟这个历史啊跟这个对立有关系的一个痕迹 从女性角度探讨城中战争历史议题 该站展出有20多张照片 包含近年创作的历史照景 下沉的记忆和创生的岩池三组系列作品 用镜头揭示地景中历史痕迹 即日起展出至3月20日 欢迎民众趁着228年假 从镜头反思战争下的遗迹带来的冲击 记者蒋邦彦华林氏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